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就不要了 姨娘当年给我抹的时候可是很开心了 对了 还有啊 姨娘还调了我的手筋和脚筋 对不对啊姨娘 南姑亲 南姑亲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啊 好一段嗜毒情深呢 不过 我娘没了 你们这样多么亲密 我就见不她 现在就算折磨你们 我娘也不如死而复生 把他们的手筋和脚筋挑了吧 然后送他们下去 给我娘赔礼道歉 你这个孽子 你敢 你敢 残王远道而来 听说这次还给本王带来了西赵国的惊喜 那是当然 而且 现在就可以乘上来给孟王看一看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不关系 不管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不管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想必莫王也听说了吧 本王此次前来 有意跟贵国联姻 特意带来了本王的妹妹 吴晴郡主 郡主真是 财貌双全啊 莫王 没有赞了 吴晴 还不快敬莫王一杯 吴晴 禁莫王殿下 在下告辞 免礼 韩哥哥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爱你的王殿 郡主 王爷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家人邀约 怎能来晚啊 更何况 在宴会上 你一眼就把本王深深的吸引了 恨不得做郡主的耳环 天天陪在郡主身边 但 今日前来 我是想跟王爷说 林茵的事 就此作罢吧 为何呀 王爷已经有王妃了 听说王爷和王妃 夫妻恩爱 就算再喜欢王爷 我也不能棒打鸳鸯啊 本王是有正非不假 但恩爱是假呀 我们俩现在甚至都不同防水了 郡主 我 我现在满心满眼 都是你 怎么 你还想左拥右抱 想欺人之福啊 我堂堂西兆国 无情郡主 怎会与其他人共事一幅 我的夫君 就只能有我一个夫人 那你是想要我休妻 我不管 反正 三日之后 要么你娶我 做你唯一的夫人 要么 我就去找别的男人 王爷 你要娶无情郡主 当然 郡主漂亮 兄长有权 我娶了她 等于是如虎添衣 我不同意 你算什么东西 王爷 你要娶无情郡主 当然 我娶了她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你就贬为侧妃吧 我是绝对不允许我的孩子出生就是一个数字 就这么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领侧妃的分离吧 王爷 你好狠的心 无情郡主 我与你不共戴天 郡主 这么巧啊 莫王地下 该不是故意和我在这偶遇吧 逗你的 也不知道再跟郡主相见 会是哪一年了 莫王 该不会爱上我了吧 明日一起去看花灯节 好啊 王爷 今日花灯节 本王有要事要处理 下次吧 王爷这是怎么了 去看看王爷去哪 王爷 这么晚了 还没睡啊 王爷去哪了 忙这么晚 哦 本王 本王 本王有必要什么事都向你汇报吗 收不早了 回屋吧 莫王怕不是去见那个叫无情的女人吗 你派人监视本王 如果再有下次 休息你的脑袋 你怎么来了 本王的妹妹出嫁 我当然要亲自送你上花家 你却不再请我 都告诉王爷了 是假的 那也不行 你不敢说 真不改的缩 人世间来破 事事成因果 却去看住 郡主 我来了 王爷 不如我们先喝焦杯酒啊 好啊 喝 怎么 你还要喝焦杯酒 入洞房吗 哪儿能啊 我是在他酒里面下了迷药 他喝了就晕了 再说了 我要是入洞房 只会喝你 是吗 本王看这里 就好 黄金君一笔 大雨新鲜丽丽 不护眼睛 王爷 你醒了 昨晚喝多了 人家照顾了你一夜呢 那星皇废了 后头表示可不行 要来点实际的 那你想什么呢 王爷 我觉得冬月就很漂亮 我想留下来种种花 冬月 冬月是晴儿在住啊 你看我都已经 扁了她的氛围了 再把她赶走 不合适吧 还说爱人家 还说人家辛苦呢 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做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来人 在 让晴儿搬走 是 这下满意了 王爷竟然为了那个狐狸精 把我关在这里 不让我出去 王爷还要把你赶走 让那个狐狸精郡主 接管咱们冬月 不行 我得想办法赶走她 冬月是我的 莫王妃 也只能是我的 这是 想把谁赶走啊 郡主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来看看 你混得如此不堪 你说 我要是这么一拳 砸上去 你会不会流产 你给我快滚 大平广州日子 你想做什么 来人了 救本宫 我是先把你的脸蛋缓烂 再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你 在干什么呢 王爷 我的孩子 快去请太医 王爷 晴儿想杀我 我没有王爷 是他要杀我 王爷 你知道秦儿为什么想杀我吗 是因为我发现 是他 毒死了老王妃 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狠蛋还真是你 王妃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杀了他 王爷 那个毒药会让人肝肠寸断 老王妃当时肯定很痛苦啊 来人 给我拖下去 王爷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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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 直接来 Meine retaliate 我要一一换回来 what 可是 逆 虚拔 そして 就是 不 好可惜呀 自己的孩子 被自己的夫君下如此毒手的滋味 如何呀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们的仇怨 多了去了 你 离开我的韩哥哥 哟哟哟 你都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吗 这瓶毒药 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 当年老王妃粥里的毒药 就是它 你当年栽赃给我的时候 不记得了吗 你是男公亲 你不是死吗 阎王爷不收我 让我回来讨债 你对我一切的折磨 我会一一还回去 如今你的孩子已经没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厉害 你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郡主 你怎么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了 这里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是我命运转折的开始 我也想从这里结束 郡主到过这儿 韩哥哥 你不认识我了吗 韩哥哥 你不记得这里了吗 清儿 真是你 你不是已经 我被人救了 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你 就回来找你了 难怪 难怪啊 你变得我都认不出你了 我想你啊 不过还好 现在是我名为证据的王妃 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我从前为你做的一切 我都无比的后悔 和我原防的 也不是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是我的夫君 残忘才是和我拜天地的夫君 本来是想和你叙叙旧 闹了家常 不过 看到了这张礼 就决定要放回来 去死吧 事情都解决了 安心了吧 不是事情解决了安心 而是有你在身边 才感到安心 小嘴抹了蜜 不是红尘 我可说好了啊 路这么远 我可不把你背回去 那你以前残妃的时候 我还背你了呢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写写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也相信 我只想要和你 我只想要和你 我只想要和你